我從小到大就是一路念音樂班上來的 然後小時候是因為只是單純的爸爸希望我會彈鋼琴 我還蠻喜歡一些很無聊的練習的 有很多人 我常說有很多人跨不過去的那些無聊的練琴 然後可能我小時候特別喜歡 所以我跨過去了 我可以花一小時的時間 甚至更多 然後練習大家都很不愛的 咖農類的那種音階 還有爬音 當時我還想到一個方法 以前沒有手機可以畫 所以還可以一邊用運動一般的在練習手指的時候 還可以一邊看漫畫 但是效果很差 雖然我都是在學古典音樂的 古典音樂系 但是有關於創作這件事情 可能就是我自己的一些有點不務正義 然後自己有一點想要嘗試一些什麼的那種感覺 所以只要我有創作就表示 我好像不是很想練琴了 其實可以這樣說 但是以前會覺得創作是一個就是不乖乖練琴 然後不用工 所以就不敢那麼用心在創作上面 但是我覺得後來 直到現在創作這件事情就變成 記錄我人生的一個很大的部分 甚至從我自己的創作裡面 我再找到很多練鋼琴的方法 一路以來就是大膽的去創作 然後還是得很用功的練鋼琴 來編織我這個音樂的這個道路 而不是好像某一件事情是可以輕鬆打成的 其實很多事情都 還是要努力的去堆疊去練習出來 抬招臉 他前段的絲順 11 Con chunky 聊裏 tear 那天 看看 那天 感谢观看